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哥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王子的荣耀 和传说对决的英雄技能对比了 就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塔拉这个英雄 这个展现过去 展现看过去有点像中午宴 我们看中午宴都能拿着锤子 它的技能却不是中午宴的技能 它是和王子的荣耀里面那个 陈咬静 陈咬静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它的造型 其实这边中午宴可能还是 还看得过去啊 女汉子啊 穿泳装也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技能对比啊 是陈咬静 陈咬静 看这个皮肤吧 它这边财富榜还有一个皮肤啊 就是这个大球掌 不咋地啊 不是怎么好看啊 既然说技能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技能演示吧 进入训练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描述是吧 什么大招什么滴血效果 维持是什么最好 我们来看下技能演示 首先我们把它加到4级啊 4级以后 开1级 开CG 关CG啊 技能CG 首先一技能是吧 陈咬静的一技能也是往前跳啊 它这边还有冰冻的效果 感觉这个 这个一技能倒是挺漂亮啊 如果综合了 综合了中美艳人的感觉 还有王朝军的冰冻啊 这个锤子有点冰冻的效果 他技能旋转啊 相当于陈咬静的那个旋转 他这个锤子带着旋转 然后陈咬静的虎头旋转啊 跳到那里面会有旋转啊 好 其实里面好多英雄 其实很多英雄是吧 技能 其实改一下都可以啊 就是名字的改一下而已 这些是不正常的 人性 名字 这个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写去多点了 开开大刀 不写出去啊 哪不点啊 不去 还不去补了去 这个玩了在眼睛的大刀 然后那个鼓子 它这个跳起来都挺漂亮的 连连连续放一技能的话 那个冰冻的那个效果 这个效果会比 王者荣耀那些好看的啊 会比王者荣耀比较好看的 所以它旋转起来是大锤子旋转 大锤子旋转有点像中午宴的大招啊 我们来看这个 王者荣耀里面的陈咬金 两把虎头 一技能也是跳跃 对吧 这样子跳 这样子跳感觉没有 没有台湖法那个啊 砸出一个冰冰的那种效果好看啊 这边白体是已经更新的啊 更新的版本的白体 二技能可以拉冷 延迟拉冷 一技能是跳跃 释放啊 主定的那样 二技能也是好 我们开陈咬金二技能啊 主定全撞 嗯 八雷五的卡 好吧 那样 我们一技能又演出 等下 我们还要一个是吧 也要演示一下这个陈咬金 陈咬金大招啊 我们先把它无力关了 让它去血 拉回去了啊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掩土啊 这时候就是大招 开大招之后要补血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技能对比啊 然后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去观众 一个视频 关注微信中的号 我们会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